好 来看到台北电影主题公园 在八月初 因为林书豪在这举办了签名会 就信任了大批粉丝来到这 但是民众却有抱怨 早上到公园运动上个厕所 发现厕所竟然有使用时间 只有早上七点半到晚上十点才能用 真的是很不便宜 Let's go Oh yeah 好 少子 林书豪八月来台 在台北电影公园上演一段篮球秀 那现在却传出游客在这里上厕所 一点都不方便 眼前的这间男生公厕竟然被限制时间 让来这里刚运动完 满身大汗的民众很不方便 有尿急的话就不能上厕所 就觉得很不方便 为了应付游客们内急上厕所方便 原本厕所的使用时间 是每天早上九点到晚上十点 后来提早到早上七点半到晚上十点 可是为什么会限制24小时的公厕时间 流浪汉啊 还有那个游民 很多人来这里洗澡啊 东西要偷啊 松水那个马桶松水那个 那个马桶松水那个要偷啊 还有洗澡朋友偷啊 弄都乱七八糟 管理单位也说这两年配合公园的营运 才会调整公厕开放的时间 但一个平日涌入三百人的公园 公厕竟然有时间限制 就怕一笑大方 中天新闻陈建雄张一华台北报道